另外啊,现在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都会在网路上榴莲注意交朋友的时候要小心 这位高中毕业的沈姓少年呢,家里还蛮有钱的 结果呢,他就在这个网路交友软体Ni里头呢 接到了一名叫做小军的女子 主动爱她说要跟她发生性关系 当然啦,这名学生可能就没有提防 就在对方要求确认你是不是军警的借口之下 花了20万元买游戏点数并且告知他序号的密码 结果呢,对方拿到钱之后音讯全无了 他气得报警侦办 警方特别提醒,其实从今年6月到现在就已经发生了有87件这种假原交诈骗的案件 而其中呢,有五分之一都是学生族群 平均损失金额大概都在两三万元左右 提醒青少年朋友要注意